我第一次来顺德应该是三岁吧 因为顺德是我的故乡 以前我们回内地的话 可能三十多年前 我们一家人都会带一些彩电啊 收音机啊 回来送给我们的亲戚吧 以前我们还要坐绿皮车啊 从深圳要坐去广州 起码要六个小时 我记得应该是三十多年前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很辛苦的 我07年回到 开始做那份工作回到顺德的时候 在接触我的亲戚的时候 我发现是改变很大的 在几年之前 公司也给了我一个机会 在内地去操作公司的一个咖啡机品牌 那几年都在国内生活嘛 对我来讲 我觉得现在佛山顺德地区很适合生活 然后我自己也考虑在国内去定居 特别是最近那个大湾区也推出一些计划 给到香港人去申请那个居居证 也方便了很多 其实我非常推荐给香港一些年轻人 通过大湾区这个计划 回内地去发展的 我自己的经历吧 我觉得国内的工作的模块 或者是不同的功能是真的很多 对比香港来讲 那个工作发展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多 然后第二个就是 对于我们香港来讲 通过大湾区的那个计划 政府其实对我们香港人帮助真的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应该多回来国内去看看 甚至去学习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于我们来讲的